你看還有這樣的滅火器放在車上 你會不會覺得很擔心呢 因為蕭寶官現在抽檢發現 台鐵竟然有一瓶 已經有13年的滋生滅火器 有的藥劑成分還不夠 像是滅火效果就會比較差了 另外還有熊石旅遊遊覽車 整個外瓶都鏽石了 還在用 一個不小心啊 噴不出來不說 還有可能會爆炸 另外還有飛狗巴士 跟國光客運也很誇張 一壓著乾粉噴都噴不出來 別說是滅火器了 根本就像是裝飾品 所以讓大家今天出遊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大家難免會比較擔心一些些